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击军之罪 可是在朕看来 犯击军之罪的是你们哪 来人哪 把他们三人打入大牢 听后发落 是 陛下受罪啊 陛下 陛下 陛下受罪 陛下受罪 都是她 都是这个丫头满嘴胡言乱语 误导罪臣 我不知道她 是何俱心 你先说 滚开 陛下 陛下 罪臣也是急着戴罪立功 忽然听说二妹有了应对之策 这一时心急才误会了二妹 绝非故意齐军啊 陛下 对对对 陛下 这绝对是一场误会 父亲 您快求求皇上 快求求皇上啊 李敏锋 你擅自推行救灾之策 难道还是误会吗 父皇 李敏锋虽然有错误 但请父皇看在李尚书 老口功高的份上 曾请发了 陛下 这次哥哥在赤云家侠区内 推行救灾之策 本意也是为了救灾民 赤云军向来纪律严明 唯赤云将军之命侍从 百姓们都说 是赤云军替陛下打下了天下 所以对赤云军都非常地尊重 这次突然揭竿而起 与赤云军突然发生暴动 确实是始料危急 未央有罪 没能及时阻止哥哥 赤云军 朕的军队竟然信赤云了 赤云家在封地待阵行令 真是胆大抱天 朕今日既然要严整立志 那就替李尚书 好好管教管教儿子 李敏锋 你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从今日起 革职查办 病死官长一百势众 看看天下的官员 还有谁敢以身释法 李尚勒 你那么喜欢抄袭别人的东西 朕就罚你 抄袭救灾之策一百遍 李尚书你可有异议 陛下圣明 臣纵子为患 愧对陛下 求陛下赐罪 朕岂能赏罚不分哪 李敏锋肆以妄为 你当然也脱不了干系 好在你对李未央教导有方 也算是功过相抵 起来吧 谢陛下 把他们三个拉出去 走 陛下 李未央 朕要好好地赏赐你 可是你年纪上小 还不适合接受告命 朕就赏赐你金银吧 好 二小姐 这可真是后赏 还不临旨谢恩 臣女感谢陛下的恩典 只是臣女每每想到 有众多的灾区百姓 还在水深火热之中 臣女就不忍心接受这些赏赐 倘若陛下恩准 臣女愿将这些赏赐 捐献给灾区流离失所的百姓吗 你有这份善心更应该加上 可是朕金口欲言 朕赏赐给你的金银 你都得收下 并封你为安平县主 而你的母亲 陛下 臣女的嫡母 已经是一品告命夫人了 可是臣女的生母还被有封赏 腿恩吉母应该的 朕就封你的生母为三品淑人吧 谢陛下隆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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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